那些在深夜里睡不着的日子 那些面对深渊想要逃跑的瞬间 在日后看来都是非常珍贵的时刻 它让我们更加诚实地面对自己 只有认识它 接受它 我们才可能真正地超越它 每一个人都必定出发于它的少年时 只是很多年之后 默然回首 你是否还会记得那年少时的梦呢 年少的梦啊 有些很幸运地实现了 有些被遗忘在了风中 而什么时候有过什么样的一个梦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曾经为了这个梦 如此热烈地爱过 执着地追求过 勇敢地听过过 这是梦的意义 也是值得被记住的事